好了 大家好 我是陰 那我們今天就看一下我們我的勇者喔 那最近基本上有這個勇者集結共鬥心魔女啊 那後來的話哲平自己下次發現 其實我們這遊戲的話 好像有一個東西是我們就是那個 鑰匙的東西喔 也就是我們之前就是 前幾天影片的就是看不懂那個活動的一個東西啊 那目前來說他是有一些鑰匙的任務 然後那個鑰匙任務的話是可以直接打開 然後直接去打裡面的一些那個魔女 然後那些東西好像是可以直接去拿到一些 就是更比較好的一些就是裝備之類的東西喔 所以目前來說有這個就是那個 有沒有 這個魔女鑰匙副本啦 所以之前我們就是去兌換的東西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那個魔女鑰匙副本的那個部分 那目前來說我們這個活動的話呢 我們已經領到非常多這個幣了啦 那就先來換一下這個那個鑰匙自選包好了 我們來兌換一個來玩玩看喔 然後來讓大家看一下就是他到底在打了什麼 那每一個活動大概只能換一個啦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切換到那個鑰匙區的那個部分喔 雖然我也不知道鑰匙區就在哪裡 因為我通常都是直接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直接用任務那邊直接過去的啦 所以這邊的話它有一些就是 呃能夠達到多少那個任務的地方的話就可以就是 拿到一些獎勵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傳到我們就是那個 鑰匙的選擇區那邊喔 那後來我發現這遊戲好像還有寵物的部分了 因為你看我這邊要第一天點這個第一天任務的話 這邊出戰一隻寵物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大概也可以找時間去用一下我們寵物了 來看一下那鑰匙部分應該是這個吧 對這個是鑰匙吧應該是鑰匙對不對 對這邊背包的話就有這些魔技的鑰匙 然後你就可以組隊去前往這樣子喔 那我們剛剛換的那個鑰匙在哪裡喔 其實我也不知道喔我們還沒有選 這邊有一個那個背包我們這邊可以選 那最近登陸的時候是又中了一個這個欸 就是傳說型武器也是好像登陸就會送傳說武器吧 然後這個是火屬的一個裝備喔 所以目前來說我還是在用我們這個集電黑鯊 因為大家好像比較推薦塔丘已經把他升到三星的一個狀態了喔 那剛剛的話基本上我們背包的那個地方是有那個 我們換的那個東西吧 在哪裡喔看一下喔 欸我們剛剛不是有換一個東西嗎 啊東西了耶 欸在材料 在材料嗎這個 自選腰包好不好 然後使用我們就可以選擇 要打哪一個這樣子喔 基本上這邊的話我們前面兩個都已經換過了 不然我們來打一下這個冰的看看好了 這個 選擇這個冰的這個鑰匙 20等的喔 20等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贏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冰的鑰匙然後鑰匙房間 背包這個 20等的 然後他是我們這個魔界挑戰克羅塞爾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可以創建隊伍也可以單人進入啦 我們先打打看單人進入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木屬的 所以打這個水屬的角色的話 應該還算是蠻OK的啦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好 那這個鑰匙模式就是你會進到一個地方 然後會打這個 哇 超可愛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打贏他之後是不是可以取得他耶 這次的話20等啦 目前來說我們應該還算是OK 而且我最近有學得一些新的技能喔 你看我這個拉弓 超帥的好不好 你看 我可以在原地射他 然後這個基本上這個模式的話 基本上那個王的血量 就打我們都超級無敵痛的 所以你不能在那邊掉以輕心就是了喔 這個畢竟是20等的王喔 好 我們先看一下 然後我們大招基本上 哎唷 哎唷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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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小心點 哇 好噁心喔 我的天 先閃一下 他大概有一點點他的那個就是 彈幕的一個那個 呃彈幕的一個走向啦 所以大家盡可能就是去閃一下 會比較 哎唷 太靠近我了 幹什麼東西 這遊戲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模式就很好玩 而且這個模式你是可以創房間跟朋友一起就是 來來來對抗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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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創房間跟朋友一起來就是 對抗的啦 然後 我們的等級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他給我們選擇的鑰匙應該就是 更難的一個鑰匙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才20等的 20等的這個 冰女王喔 應該也還是還好的好不好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打到一些更高等的這樣子 哎唷 但是這個真的是不能掉以輕心啊 要閃一下招式啊 你看 吃到一滴傷害就109了有沒有 趕快閃 趕快閃 嚇死我啊 哎唷 呵呵呵 109 之前可能都打個一滴兩滴而已 現在這隻109喔 有點可怕 而且不僅他現在才是20等的一隻王而已 所以也沒有說那麽的 那麽的困難就是了 哎唷87 還在罵我嗎 好 你看我們吃到兩發 基本上我們的那個 傷害就變得超級無敵少了這樣子喔 打完之後就可以拿到一些不錯的獎勵啦 然後獎勵是爆炸多的那一種有沒有看 還可以取得一些那個 那個傳說的一些項鍊或什麽東西的 所以這個模式的話 我覺得這遊戲主要來說就是 呃 像我們活動關卡之前不是有講說就是要拿那個鑰匙嗎 那那個鑰匙的話應該就是可以讓你選擇打這些王 然後這些的話 你可以去找朋友一起開房間 然後把這些刷掉 然後大家拿到更多一些素材 這樣感覺喔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的精彩活動就是 要打這個狂歡Party這個魔女武器的秘寶 那就是這三隻啊 那看起來應該就是要跟他們對戰 而不是變成他們的樣子喔 所以這邊算是蠻可惜的 所以我們不能變成他的樣子 除非我們是去那個商城買一些那個造型啊 但是我覺得 也還是蠻好玩的 而且你每一個活動都是打一隻新的王喔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這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 所以目前來說這款遊戲的話 是有這個鑰匙模式有沒有 還可以打這個挑戰 所以他應該是拿到這些東西的話 應該是拿到一些碎片吧 然後碎片那邊材料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合成那個就是我們那個小Boss 那個就是我們剛那個冰之女王的一些裝備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去買那個然後去刷這樣子 你看這邊有這個碎片滅士有沒有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可以 還有這個死神鐮刀 所以基本上應該就是要那個 有沒有還有這個東冰 應該就是要那個就是 呃等我們就是那個拿到這些碎片之後才可以把它做出來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那個 東冰的一個裝備 所以大概就是你要去一直拿那個鑰匙 所以這邊的話他的商店才會賣一些那個鑰匙的那個就是 鑰匙的那個碎片有沒有 這邊150這個碎片 所以你必須要打敗他們之後然後取得他們東西 然後才可以拿他們武器 所以這款遊戲我覺得就是慢慢刷啦 雖然可能也是有一些刻性元素在裡面 但是如果你刷一些裝備然後去打這些關卡 把他們那些東西都做出來的話 你應該是比較容易可以打到一些比較後面的一些關卡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的話基本上你慢慢玩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流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鑰匙就是這麼一回事的做一波使用這樣 那每次活動的話都是可以換一把鑰匙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 最多只能換一次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可以換那個寵物有沒有 這邊有一些小寵物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來先去用一下我們的小寵物吧 因為我還沒有選擇寵物的樣子喔 來看一下到底還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喔 寵物的話是在這個嗎 這個是試煉的 寵物要在哪裡 這個嗎喔這邊 喔超可愛欸我的天哪 這邊選擇一隻作為你的寵物 這邊有一個地獄獻犬跟冰雪跳跳堂跟花妖 我覺得我選這個冰雪跳跳堂好了 比較可愛一點點 這個的話它還有技能喔 水流打擊使用水流彈衝擊前方敵人 對路徑上敵人造成武器傷害的44%加41%的水屬性傷害喔 然後另外一個也應該是差不多啦 只是一個是火屬性 一個是那個 那目前來說因為我們比較常打那個 比較常常用我們那個鯊魚那把槍嘛 那它是木屬的 木屬的話打火屬關卡會有一個減弱的效果 所以我們應該選這個冰雪跳跳堂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就選它吧 喔喔好可愛喔 所以之後我們還會有一些就是寵物可以來幫你這樣感覺欸 我覺得還算是蠻ok的 來看一下我們的寵物 寵物寵物寵物 寵物有哪裡可以裝嗎 欸我們現在 生C++了所以我們可以裝兩個武器了欸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就是再裝一個這個火屬的這個傳說武器喔 因為目前來說最近的話我們是有就是拿到那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 士林這個看一下 全元素商家增加5%這個好像 比我那個元素氣息還要再爛一點點 應該是因為我有加15的關係喔 好沒有問題 那這邊的話寵物是要從哪裡看喔 我看一下喔 呦 寵物這邊有 然後可以上陣 喔還有奧義的寵物是不是 喔這邊其實寵物 哇 太可愛了吧 欸還有超多可愛 欸還有這個欸 哇我好想要 好想要拿這隻小可愛喔 這好棒喔 然後這邊有超多寵物可以去那個 然後你還可以讓寵物就是去 去探險幫你拿一些寶物的樣子喔 好像還不錯 那我這樣是不是就沒辦法讓他那個啦 欸好可愛喔好像電子機喔 這樣還是可以出戰啦 所以應該還算是不錯 應該還行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這遊戲目前我摸到的就是 你必須就是要那個什麼 你必須要就是 欸去打一下活動的那個東西 然後拿活動的那個鑰匙有沒有 然後讓他去那個做一波那個就是什麼 拿活動鑰匙讓他去做一波挑戰 然後把那些就是 魔女打死之後啊 取得他們那個武器碎片有沒有 然後用他們那個武器碎片來就是 做裝備這樣子 應該是目前來說玩起來應該是這樣子喔 欸那真的這遊戲真的很好玩欸 我先切換一下武器好了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是那個 我們現在是那個在打火關嘛 然後我這個是算比較近身攻擊的一個武器 他會揍人欸很可愛有沒有 你看 這樣在打人 因為我剛剛用那個木屬武器打的話 基本上我的那個就是傷害會 會會減少啊 所以我就先用這個火屬的喔 但搞不好其實我們 我們我們那個什麼 搞不好其實我們那個什麼 鯊魚 鯊魚的那把槍還是還是比較 還是比較痛的這樣 沒有問題喔 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最近登錄的時候發現 我背包突然多了這一把啦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活動送的還是什麼好不好 看起來就很像螃蟹爪的感覺 蟹爪藍技是我這樣感覺喔 喔沒有問題來到了這個王關 然後直接近身打 直接進到了那個地方 來 好又是火焰靈主喔 沒有問題火焰靈主 那目前來說我們沒有魔了啦 尷尬一批了 沒有魔該怎麼辦 打大的 寵物的技能應該是他自己會開吧 不用我們幫他開吧 如果還要我們自己去切的話其實 操控的地方就會變得比較累一點點喔 好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 剛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 二十一層的秘境啊 又多了一個那個冰封塵寒 所以就是有一個 呃塵在啦還是塵寒 冰封塵在啦 有一個新的一個區域了喔 還算是蠻ok的 我們繼續換一下我們鯊魚槍槍 我們鯊魚槍槍現在因為大家都蠻推薦他的 所以我已經先把他升到一個 三星的狀態了喔 感覺真的是還不好用的啦 然後這一次的話大家有沒有看到地圖上的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敵人死掉的東西已經變了 他就變成一團霧 就是感覺有點像是毒氣的那種感覺喔 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樣 像我們之前的話是有看到就是 他會變成我們的那個 紫色的那個光球嗎 紫色光球彈幕 但是現在的話好像是變成那個 毒氣效果了喔 所以 哇 酷喔 真的蠻期待之後會變成什麼的 之後搞不好變成那個 一團射線在那邊轉來轉去也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是不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大概就是平常就是 打關卡打到一個定的時候 如果你打不贏的話 你就是去刷一些就是魔女的鑰匙 然後如果有朋友的話那更好 因為你跟朋友組隊的話 你就可以刷到更多的那個裝備 然後刷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拿他們的那個裝備來打這些關卡 因為有些人反應好像後期的那些 關卡好像真的是比較難一點點啦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拿到一些就是比較強力的一些武器的話 真的可能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而且裝備其實說真的還算是蠻難的生的 因為你需要很多的一些就是那個 欸該怎麼說呢 你需要很多的一些那個 粉塵啊 或是我們一些東西 來了新的關卡 是我們的冰雪的地方 這邊全都是冰雪人好不好 冰的話基本上應該是用火還是用這個啊 用我們木武啊 我也不 欸木武好像也可以喔 你看我們這邊打他們都有黃色的那個暴擊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冰關卡應該是 用木的可以 然後應該也可以用火的打吧 應該是蠻沒問題 我們來切換看看好了 搞不好他用火的打也是可以的喔 來看看 來 有嗎 畢竟是冰關卡嘛對不對 我覺得 火可以打 應該也是 合情合理的 是吧 啊怎麼都沒怪了 欸沒有欸 所以 他這個等於也是水關卡的樣子 因為 冰關這邊我以為火可以燒爆他就看起來是沒有的好不好 喔來了 克爾蘇承德 What What Who are you 但是我們一下就打死了 我真的覺得遊俠的那個 第一個 新手招啊 打下去 你的貼臉打真的是超級無極痛的 你觀眾也是跟我講說一定要貼臉打 因為貼臉打真的是超級無極痛的喔 好這邊的話再來是這個亡靈城堡 好 欸我們現在計算的每一個都要打四成的耶 感覺也是蠻麻煩的喔 但是基本上多打啦 因為你多打的話就可以取得一些活動的東西 我覺得活動的東西蠻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讓你換鑰匙 然後你鑰匙的話就可以去刷那個遊戲的裝備這樣子喔 真的是頗有趣的 刷遊戲角色的裝備 然後拿他們裝備去打敗那些網這樣感覺 而且打那個模式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 就很像就是在玩彈幕遊戲的感覺有沒有 就是要閃那些那個BOSS的招式 而且BOSS的招式的話都超級無敵帥 我覺得之後應該會變得更難啦 就是可能碰到一下你可能就一半血的那種 那那個真的會比較比較麻煩了 你可能就是要靠技巧性走位來就是 打敗這些敵人的這樣子喔 然後來 這是幽靈王 看起來蠻ㄎ的好不好 好 這邊的話應該沒問題 說說說說說說 幽靈王 他是都站在原地啊 哼 他還沒動他就死了 我還沒用力 你就倒下啦 好 沒有問題 那今天基本上的話 我們讓大家看了就是我們鑰匙模式 跟取得一隻我們的小寵物囉 那目前來說哲平師一下的話 還是會繼續來挑戰一下我們這些東西 那盡可能就是主線人這邊的單人秘境這邊的話 我會一關錄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喔 那活動相關的東西的話 我可能鑰匙就自己先刷一刷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更多的一些就是 好用的一些武器這樣感覺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這樣子玩的啦 所以感覺就是也不能閒著你知道嗎 就是你必須來趕快升級你這一東西 然後打到後面的一些就是很恐怖的一些關卡 尤其是這個勇者啟程啦 這個東西的話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你到後面的話就可以拿到一張這個 隨機的紅卡喔 我雖然還不知道那個紅卡到底是幹什麼東西的 那如果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麼先喜歡玩到這邊啦 我是WinHP 大家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掰掰 我们下期再见